I'm the beautiful of Maruja I'm the beautiful of Maruja 勁歌熱舞推高現場氣氛 樂器演奏觀眾聽出以由 小朋友在舞台上盡力演出 雙層巴士成為舞台的布幕 這間小學將退役巴士翻身 私生發揮創意車身遊上色彩繽紛的圖畫 成為露天表演場地的背景 車廂入面就改成圖書館和活動室 保留了不少原油的特色 包括桌盤、扶手等深受同學歡迎 喜歡 平時出街都是喜歡乘巴士多一點 沒有想過一部巴士可以變成 一部欣語圖書 這裡可以輕鬆地去讀你喜歡的書 可以透過太書去學到更多的英文 這輛巴士裡面 都會有很多語言故事 可以讓我們去閱讀 裡面都有很多人生的道理和教訓 還有這輛車的外形都很獨特 這隻貓頭鷹就是代表著智慧 九巴2016年底 推出舊巴士及退役巴士捐贈計劃 捐贈退役巴士給非牟利機構循環載用 至今已經捐出24步 大部分改裝成不同主題的學習中心 有校長認為計劃結合了教育和環保 師生都可以獲益 這是一個本身應該被退役的巴士 對做教育的我們來看 就是我們可以讓學生知道 有些東西可以給一些創意下去 是可以將一件本來 學到沒有用途的東西 賦予新生命的 老師有多一個舞台 讓他們去設計課程 和讓學生在生活中學到環保 九巴自力推動綠色運輸 憑先進的環保技術和創意 榮獲2018年香港環境卓越大獎 交通及物流業界別金獎 這部自行研發的 第二代太陽能雙層巴士可謂代表作 車頂上安裝了28塊的太陽能板 面積較第一代增加四成 收集更多的能源 推動不同的裝置 例如巴士停車適時之後 還可以用太陽能供電 驅動通風系統 降低車廂的溫度 我們測試過 這部第二代太陽能巴士 比普通的巴士 在停泊的時候 可以降低8至10度左右 而在巴士運作的時候 我們預計 這部太陽能巴士 可以降低耗油量3%左右 另外九巴在車站上蓋 安裝太陽能板 為站內照明和滅蚊裝置供電 又引入太陽能巴士站柱 採用自動感應 凳泡除天色變暗而發光 這些措施都有助環保 推動使用可再生能源